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表现 那么在昨天整体来说 澳洲市场依然是处于一个下跌 这样一来的话也使得在本周 三天的交易日日里面的澳洲是出现了二连跌 也是在过去七个交易日中第五次的下跌 这样一来的话 澳洲指数也从5830点的高度 目前是跌回到了5700点以下 昨天收盘再一次下跌了1%左右 中国方面也是一样 昨天也虽然是上阵指数有大约是0.14%的上涨 但是整体上来说 深圳方面和中小板块依然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甚至于还有轻微的下跌 欧美股市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特别是美国方面 美国的三大指数再次平均上涨幅度为0.3%左右 那么再来看一下除了股市以外的消息 那么在石油方面呢 石油价格昨天由于 美国的这个页岩油的产量继续上升 使得呢 美国昨天全球的油价再次下跌 2.7% 这也使得呢 油价目前是逼近了51块美元的大关 再往下只要一块多钱的话呢 就会跌破50块钱 那黄金价格目前依然是维持在过去7周的高点 大约是1210左右 但是如果这个1202的价格被打破的话 黄金价格很有可能出现过去7周以来的一次比较大的回调 另外昨天美元有所反弹 这也使得呢 其他的货币 非美货币呢 在昨天晚上均从高位回落一些 那么在现在来看的话呢 我们今天可以说的一些热门话题呢 就说一下现在的很多投资者的一个心情 就是呢 希望抓住一个大行情呢 能够赚快钱 赚大钱 这样的心态是否是正确的 我们今天来简单的说一下 那很多在金融行业里面工作的朋友呢 可能都会知道一般每年啊 他都有的时候不是甚至于每个月啊 他都会有一两次的大的行情 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做才能正确的处理这样的这个机会呢 很多我的朋友也包括我的客户都和我感叹 就是说到这个麦克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呢 这下周甚至于下个月是有一个重大的消息 或者有一个重大的事件 结果出来之后呢 跟我的判断也是一样的 可惜啊 我当时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去买入 或者是并没有去投资 导致呢 错失了很大的机会 现在看来呢 真是非常的遗憾 其实这样的话呢 我是几乎来说每周都会听到啊 那我个人谈一下我的看法 那我本人呢 是在金融行业工作 每天八个小时呢 都是在这个 看着这个金融的消息 所以要说到遗憾 如果我也是这么一个心态的话呢 那估计我每天都得他挨声叹气啊 很有可能呢 就活不过四十岁了啊 但其实呢 我们如果心态摆正一点的话呢 我们应该这么想 你现在说 你这个 我已经猜到了之前的结果 很后悔 没有去提早投资 但是你自己都说了 我是猜到了之前的结果 换句话说呢 这个是你去猜测 并不是你真实的去了解 或者说很有可能呢 是你运气好 你猜对了 但如果你当时猜的是反面 而且你还投了钱 这个时候呢 相信你也会另一种感叹 就是 哎 早知道 我不去猜了 这样的话呢 我至少虽然赚不了钱 但还不会亏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马后炮啊 就是呢 我们一般来说啊 当事情发生啊 是对自己有利的 或者呢 人的心里有一种判断 自我保护意识啊 就是 凡是好事 我错过了 哎 这个我都已经预计到了 凡是坏事 我以前预计的 发生了 哎 这个我都会忘记掉 所以如果呢 我们是以这样的心态 去看的话呢 这是很容易 你心会很累 你每天呢 都会唉声叹气 今天错过一个消息 明天错过一个机会 后天呢 早知道应该怎么怎么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们早知道 比如说是去年的 英国要脱欧 美国大选 是特朗普赢 那我们干脆 把房子都抵了 全家杀进去就行 是吧 所以说这个 呃 我们事后的那种 唉声叹气也好 或者是遗憾也好呢 其实是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那我本人呢 其实并不是建议 大家特别是去操作 这些大的消息 或者大的事件 原因很简单 由于我们是散户 我们的资金有限 我们的消息来源 是偏迟 同时我们的网络 人际网络 包括关系网络 在金融行业里面呢 对比机构来说 也是太过渺小 因此在各个方面 我们都处于一个 非常不利的位置 我们说的残酷一点的话 在金融这个食物链里面呢 散户是处于 食物链的最底端 很多时候呢 看似上你是一个 很好的投资机会 实际上有可能是 你的食物链的上游 设置的一个圈套 在吸引你进场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真的是 想参与一下 这样的金融事件 或者是重大的风波 我们不妨呢 是以那种 以娱乐身心的 那种态度去参与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投个 几百块的小钱 试一下 或者说呢 我们平时 比如说在国外 有赛马节啊 或者呢 有这个每年一度的 这些橄榄球啊 或者说是 重大的节比赛 我们也会压个三五十 给自己喜欢的队伍 他赢了 心里很开心 输了呢 也不会睡不着觉 对于这类大事件呢 我是觉得呢 绝大部分投资者 特别是散户投资者呢 就应该抱着 以这种娱乐的心态而去 不要想着一夜暴富 依靠这种大的事件 猜对了赌一把 赌一把的心态呢 是万万不可的 因为呢 大部分来说 我们赌的是自己的钱 而那些机构呢 赌的是客户的钱 那就不可相同而论 你输一万 估计你晚上可能是很不好受 那别人输一万 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所以说 不同的体量 不同的环境 造成的心态也是不同的 对于绝大部分客户来说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本身并不是从事的 这个金融行业 大家也许平时上班的时候呢 都是要关注其他的事件 因此利用节假日甚至于是下班时间的 刻余时间 空余时间 来去看一下金融 看一下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呢 更加不应该 以大的资金去扑入那种 你判断不清 只能是靠感觉去猜测的结果中 那么刚才说到的是重大的事件 那还有很多投资者呢 给我打电话是说 麦克呀 你觉得这个投资是长线 做稳定一点好呢 还是短期 我们可以捞个快钱比较好 那相信很多朋友呢 第一感觉 当然是大家心想捞快钱 那我今天投一万 最好明天能赚三千 后天能翻个倍 而事实上的话呢 我们知道呢 快钱 或者说 你想快速的盈利 势必呢 会带来一个快速的 有可能是亏钱 或者说亏很多的风险 我们都知道一条中文里面 叫做高风险高收益 同样的 如果我把它换过来 高收益的背后 带来的是高风险 如果你是这么理解的话呢 相信你对这个风险和收益的看法 能够有所改变 你不要永远是顺着念 你把它倒过来念 不要别人说的是高风险 就会有高收益 你反过来说 那是不是高收益 你跟我承诺的背后 所带来的高风险 也会很高呢 你反过来理解 这句话的含义 在你看来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 由于我们都不是从事 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或者是观众朋友 并不是专业从事金融行业的 因此在对于 如何进行短期和长期投资 如何进行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分类的时候 我本人是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把大部分的资金 超过一半的资金 是投资在长期以及低风险的产品上 那么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我之前做过股票 我有十几年的经验 你可以适当的稍微增加一些 你短期的 甚至于是高风险的产品 比如说增加到两成三成 最多不超过四成 那么觉得大部分 比如说刚入行 或者是刚开始接触投资的朋友们 那不妨用少量的资金 用十分之一 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资金 在这些短期的操作里面 进行一些尝试 这样即使是有了亏损 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不至于接不开锅 所以总体来说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金融行业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行业 它能够帮助我们看清 很多事物的关联性和本质 但是我们切记不要使自己成为赚钱的奴隶 每一天都希望能够赚 今天不赚就吃不下饭 今天亏一点就睡不着觉 如果你是以这样的心态 在投资领域 在金融领域 你势必会做到 在不长的时间之内 你就会心生疲惫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太过于的斤斤计较也好 或者说太过于的重视金钱也好 你不管怎么理解 我个人始终是觉得 你还是要把它做成是你的一个兴趣爱好 并不是绝对的赚钱工具 只有我们喜欢了 才会花点时间 我就算不赚钱 我了解一些事情也好 不一定每天要赚钱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 赚十块赚二十也是不错的 今天不赚也没关系 所以一个随遇而安的心态 才能保证你在这个情急之下 或者说在危急关头还能够以冷静的态度去分析 这一点对于我们绝大部分初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另外来说一点的是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长期和短期 其实在技术上来说 如果大家有一点常识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短期看的可能就是一小时以下的图形线 包括了这15分钟 30分钟和一小时 那么长期投资呢 看的线呢 起码得是四小时 最好呢 是天图 日线图 以及周线级别的图形 这个呢 是我们对于长期和短期 在图形选择上的一些不同 那么最后今天需要关注的事件呢 是在上午11点30分 澳洲公布了最新的失业率数据 虽然呢 就业的职位有所增加 但是总体的失业率则上升了0.1% 那么这个经济情况的恶化呢 也使得呢 这个大家对于澳元 有可能澳洲央行会在今年 从原来的不降息改成降息的概率增加 导致了澳元呢 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后 是下跌下来了40个点 另外呢 在今晚澳洲时间11点45分 欧洲央行将会发表最 发布最新一个月的利率决议 欧元利率决议 在这之后12点30分 欧洲央行会发表 发布呢 这个记者招待会 到时候行长会出来讲话 同时今晚呢 也是美国每周一次的 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的数字统计 另外呢 也在再晚上 凌晨3点钟 美国呢 也是发布每月 每周一次的 这个石油储量数据报告 所以今天晚上 对于欧元来说 将注定是一个 比较波动的夜晚 大家需要小心对待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